那你覺得滷肉飯還是雞肉飯好吃一點嗎? 對 是不是啊?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吃牛肉麵的原因呢? 因為它惹味一點 我是MIRROR 好久沒來台北了 我之前不是說過我大概是一個月來一次台灣的 但是因為近幾個月實在太多工作太忙 沒有時間 所以呢 我對上一次來台灣已經是幾個月之前的事 現在是11月了 然後又來台灣跟公司開會 還有這次其實是有個任務 就是我要跟高雄的觀光局合作去拍一些東西 然後因為我媽媽也是很久沒來台灣 我和她 我和你幾久之前來台灣 好像四五年前 所以我帶我媽媽過來 然後媽媽依然是不會出鏡的 你揮個手指 Hello 大家好 幾年前我和媽媽來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不熟 所以其實是沒有怎樣玩到什麼的 但是因為這幾年我經常來台灣 所以 現在我做導遊 她帶她吃好東西 然後第一站是要吃胸肉飯 我真的超級愛的胸肉飯 到了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間 康定路79號 但是很多人反對 真的很棒 好開心 好興奮 你一定會很喜歡 知不知道 吃了才選 好痛 好痛 現在星期六五時半 然後天天已經黑暗 我現在在冬天 那個是什麼湯 我全部會叫的 放心 因為真的很好吃 而且量 其實不算少 但是我小時候都好多 我特意不吃東西 飛機不吃東西的原因 好棒啊 我真的很喜歡這裡 大家一定要來 幾經辛苦 我們終於坐下了 我們其實也不是等了很久 大概等了 其實五分鐘左右 其實也很快 你拿單 然後你吃味 然後你給錢 然後你就可以吃了 應該是200元可以買單 它是超好吃的肥豬肉 我平時都不吃肥豬肉 但我都喜歡吃 來啦 親愛的胸肉飯 我已經在吃了 是不是很棒啊 怎麼說 因為其實都平時少吃這些食物 媽媽是不喜歡肥豬肉的 但是呢 你吃一口肥豬肉 你吃一口就覺得 嘩 入口即溶 超好吃 要這樣 你看它超軟的 一刺就 一刺就脫了 這個又是我極度喜歡的 掛包 因為飯包很貴 所以我很喜歡吃掛包 你看它又是大片肥豬肉 其實它就是肥豬肉的飯版 和麵包版的感覺 但是呢 飯就會多了這些 那 但是包就會有芫荽 一包 魚彎湯 豬血湯 看你喜歡喝哪個湯 多一點 我自己喜歡喝豬血湯 好幸福啊 我覺得 在其他地方絕對吃不到這個味 肥膏萬歲 肥膏萬歲 怎樣啊?好不好吃呢? 挺好吃的 你會不會再吃呢? 呃... 老人家不要吃太多 因為肥豬肉你是不是也受不了 剛才我看到媽媽還沒開肥肉 你吃的 明明就是要吃她的肥豬肉 但淡淡就不行了 但也算是成功的 然後我們現在走去西門町 因為走去西門町 因為走去西門町 就是十分鐘 因為上次原來我和媽媽 是沒有去過西門町的 順便因為附近 就去看看西門町 和買珍珠奶茶 啊啊啊 我們來到西門町了 我應該是曾經走過這條街 但是你說綠色柱呢 我真的沒有印象了 很肯定有來過 不然間 我記得這個角落位 這個角落位 這個角落位 對 這個交叉位一定會認得 因為媽媽說 之前我們來過買鴨舌 而買鴨舌的地方 我認識的只有西門町 所以應該是來過西門町的 但是五年前了 義氣還有很有印象的 是來過的 都有 珍珠奶茶是重點的 現在是 西門町 可樂部來了 是29元 什麼29元 黑糖 黑糖 哇 超便宜 是嗎 29元的波伯狀奶 排什麼啊 排那麼常用的 應該是幸福糖 是不是有折扣的東西 不知道 我們進這個 Family Mart 我最喜歡吃的這個熱狗腸 我最喜歡的唐蘭便利店 神經病 超好吃的唐蘭便利店 什麼都好吃 我覺得 食甜品 有鮮草凍 有豆腐花也有 哇 正 好 來到第二天了 我現在就是 剛剛睡醒了 然後 只塗了粉底的狀態 因為 待會我約了 Ginnie拍片 她要幫我大改 所以我就唯有 什麼都不敢去 但是呢 因為 媽媽其實來不了很多天 所以覺得要跟她吃一些 台灣地道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打算吃牛肉麵 因為其實媽媽昨天就不太說起牛肉麵 因為我們這次是住北門 然後看到附近 一搜尋就有牛肉麵餐廳 欸 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 現做刀切 這裡 什麼好呢 牛肉麵 牛肉湯麵 牛肉麵是有牛肉 牛肉湯麵是沒有牛肉 它只有牛肉 牛肉麵 嗯 小黃瓜 超好吃的 還有呢 媽媽竟然要這個 榨菜肉絲麵 吃牛肉麵的地方 都要你點這個 榨菜肉絲麵 哈哈哈 然後她說要 就這樣偷吃我 一兩塊就算 夠了 試一下就夠了 我呢 吃牛肉麵的時候 我要加超量的榨菜 嘩 正 類似是 冬菜 冬菜 這個才是榨菜 收收收收 說錯了 一組真的要吃湯的 嗯 它們都是牛肉 有些是牛肉 有些不是 我猜它應該是牛肉煎多一點的 嗯 好味 好濃啊 然後這已經進行到了第五集的部分 然後呢 每一集我們都大爆 我們都發現我們都有一個 不一樣的主題 就盡量不要讓風格重� 好 又是台式的一餐 好 又是台式的一餐 超台的這餐 滷肉飯和雞肉飯 超級欣賞這個 皮蛋豆腐 它這個應該是醬油膏 但是 它有點酸酸甜甜的味 好正 你應該都會喜歡 多久沒吃這些東西啊 對 這個 這個 豪仔煎 豪仔煎 其實香港都有 但不同味 台灣的好吃很多 台灣的 鵝阿煎超好吃的 哇 哇 我真的超喜歡鵝阿煎 我喜歡吃鵝阿煎的原因是因為它很代替 然後我喜歡的蠔 然後我喜歡的蛋 我喜歡的菜 它的調味我都很喜歡 它整個我都很喜歡 我吃過這麼好吃的 好吃嗎 對 以前的味道比較差 就是你以前的好吃一點 對 對 不知道是不是這間的關係還是怎樣 以前的味道是怎樣 比較自然 這個差不多 跟你回憶的味道差不多 那你覺得 肉飯和雞肉飯好吃一點嗎 這個比較野味一點 是不是啊 所以為什麼我喜歡吃牛肉麵的原因 因為它比較野味 啊 好美啊 對 蛋餅啊 來圖一定吃 因為我本身搜尋了酒店附近 是沒有蛋餅 我超不開心的 但是誰知道來到這間 美芝城見到蛋餅很開心 但是你說這個紅茶很特別 是啊 它又好像有點綠茶味 但是呢 其實就是紅茶 甜甜的 挺好吃 因為本身媽媽是不喜歡 是無糖無鹽無油的飲食 然後 但是她都喜歡有糖的 幸好 蛋餅啊 好喜歡 火水蛋餅 醬油膏 我想說昨天我們在西門町吃那個 鵝阿煎 然後昨天吃過餐 然後我們兩個都肚痛 其實很少可悔因為吃東西 越肚痛 那可能因為 糊糟了 我去越南泰國 我都沒有餓過 但是竟然在台灣 我去第一次 因為我媽也有 因為我媽本身就是 不能吃太油膩的 我本身腸胃是差的 所以我也不敢吃東西 昨天其實吃那一餐 心中有素了 知道會餓的了 誰知道今天早上真的很好吃 拉拉拉 試一下 試一下跟我自己做的有什麼不同 我皮薄很多 有些煙韌 一向我做的都有煙韌的 但它是超薄的 那個蛋餅皮 它是研究的 回家自己做 很美味 現在就在我的經濟公司 這次來台灣是來七天 其實頭三天 今天第三天 媽媽也有陪我 因為 她說想看我的經濟公司是怎樣 所以剛才就帶了媽媽 一起過來開會 我待會就要去高雄 我免得媽媽過去 因為都有點州居勞頓 我覺得要搭高鐵 她就很簡單的三天兩夜 就完成了這個快閃台北 待會去高雄之前 其實也有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要錄音 待會就會和黃蘇翔的衛衛 就要錄製 我之前也錄過 但已經是非常久遠之前的事了 應該有一年 而且我通常都是在家裡錄的 在studio錄的話 要稍稍緊張 然後我覺得我還沒開聲 我現在拍vlog的原因 因為都是想我多說一點 然後就可以幫助開聲 我覺得我說話就會開聲 我喝熱水 熱飲或者熱湯 所以我現在在吃關東煮 或者是我大笑 哈哈哈哈 這樣大笑 但現在因為我在辦公室 所以我不好意思說話說這麼大聲 媽媽 你喜歡的 是你的愛 我們要一起唱歌嗎 他剛剛在 歌 他剛剛在車上高歌 現在不行了 感覺下雨囉 我們要來台灣囉 我們進來了 突然開始錄音 然後我以為說他以前來過 跟台湾錄音的時候 沒錯 我們上次唱小酒窩 那段一樣的歌 這一句有一個河山 喔河山錄音 河山錄音 對 有一套 我先囉 好 拿水進去 耶 老師 嗨你好 你先見面 你多多指教 微微的Guru餅不錯 感謝感謝 真的取票 還要取票 好够 原来这个看到高崎天担 看有什么好吃 火炎到了 高雄到了 然后有点冷 我以为这些南部会暖一点 但其实也挺凉冷 我觉得跟台北的天气差不多 现在就要去开个会 然后就休息 明天一大早起床就有做事了 第一次踏入高雄的7-11 很大 这里 什么都有 然后花工品也有 然后木居也有 像是咖啡厅加便利商店的结合 而且我觉得整个高雄天担好 很开心 好 又要买了吗 你手上已经有一只 买两个 它放了手袋 那你买你买 我想要 好 是这样的 超大超大 你看看超大的桌子 然后这边是化妆品corner 然后超多桌 这边是面包 这个是什么 不是 这个是买野饮 还有 这边才是cashier 我们要不要喝这个 它是yogurt口味 我没有见过 因为 它明天洗不来 明天洗不来 明天我没有工作了 喝一杯 我们考虑三秒钟 然后决定要不要 一二三 要 就不会醉了 才一只两个人 那我要买一些安柱 就是吃的 好 我挑 找给你了 会很辣吗 觉得还好 东西很多 怎么拿 我怎么一转眼你就拿了这么多东西 因为每次我们都是在喝酒 然后 我们几乎都没喝过 我上次跟mira要去喝酒 就是她那时候在喝那个含药 我突然觉得好开心 好 好 来来来 是哪里 韩国消费者满意度 第一名哦 好 聞一下 哦 我不喜欢那个优格味 我觉得没有到好喝 但可以喝啦 我觉得它没有很烧酒 有点像果汁 嗯 我们要喝这个的时候没有收 诶 那个烧酒杯 然后就一直找 然后她就在那个关东煮的后面 发现了个小杯子 然后这个 安柱 可是我觉得喝酒就是要 尽情的时候 现在有点克制的时候 有点不开心 来来来来 不要 明天醒不来 好不腻的 Mira手机也太强了吧 好 弯的锅嘛 会弹掉的人对面喝 会弹掉的人对面喝 对吃嘛 嗯 啊 我没那么醉 谢谢 谢谢 你还自己知道 哈哈哈 你还自己想喝 哈哈哈 难得跟Mira一起喝酒 低着跟你喝手机 香港人 嗯 Cheers 好吃 香港人呢 就会放在碗上面啦 你看 你看台湾人 台湾人 好神奇哦 文化差异 你好 好干哦 好美啊 这个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点 Mira正在努力的工作中 今天的Mira很美 你看 很美吧 好了我们完成了两天的高雄拍摄 然后呢 有小小的空档 因为我们明天就回台北了 那么呢 在高雄最后的晚餐呢 我们就选了 其实都没决定吃什么 但是我们刚才呢 呃 经过这个夜市啦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超好吃的杏鲍菇 超好吃 因为我们昨天买了一个超级难吃的 然后它 现在这个是 芭蜜 甘草芭蜜 这是你第一次吃吗 芭蜜是 不是第一次 可是甘草芭蜜是第一次 超好吃的 好吃吗 想不想继续上班 还是 吃饭 好想想吃饭 好吗 好 现在呢 我就来了这个 好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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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帽好不好看 六倍的帽 好了 现在呢 就是 我在这个 台北的最后一天了 然后刚才我们喝了酒 然后呢 突然间很饿 我们就来吃这个伊朗 伊朗拉麵 我想看一看我的手机 看一看 我看一看手机 这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吃伊朗拉麵 想不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你第一次啊 对啊 你不要这么惊喜好不好 我第一次 你第一次啊 我第一次啊 你第一次啊 我第一次啊 记得分享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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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吃伊朗拉麵 然后其实我们四个人 我们全部分隔开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伊朗拉麵 忽然刘培在这里说要吃 所以我们才来吃 好 我有开灯了 哇 诶 先拍一拍 其实在韩国呢 我有吃 胜利开那家拉麵店 然后大家都说胜利那家拉麵店 是 跟伊朗很相似的嘛 我个人就吃了两次 但是伊朗呢 不知道为什么 香港又开了很久 香港又开 台湾又开 因为在日本我也经过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没有吃过 这次最后一个机会 太开心了 先喝个汤 喝完酒呢 就很喜欢吃这些热汤的东西 好吃啊 很好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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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实最重要是 譬如说 2点、3点、4点、5点 的时候 想吃拉麵 这里 24小时 24小时 但如果是中午的时候 譬如说 12点 其实可以吃第二间 有第二间 比较好吃 但如果是说 很硬的时候 其实这里是比较好一点 太过分了 哦 CT